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宜 我是宇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为您介绍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媒体人 狄志伟先生 第二位是资深的台语歌后 也是资深艺人刘燕燕小姐 还有一位是郭美珠小姐 以及另外一位律师张菊芳 张律师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刘燕燕小姐 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你也是前几天上了一个报纸 我们才知道说 你这个病得很严重 所以这部分可不可以请郭美珠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怎么跟燕燕姐认识的 其实我是演戏的 她是唱歌 我们根本就是不同挂的 所以说偶偶在作秀的时候 有碰到 可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她有30年的婚姻 就是在大概是前还不到两个月 我带她到桃园给一个前立委 姓郭的立委请客 那请客在 一出来艳艳结起 对 因为我觉得她心情一直很不好 她很不好 我就说走啦走啦 那天好像我们一起去录影 回家 郭永仲说来来来 我们这里有一种等于就是说 在吃饭当中她看到一个男人 也没有怎样 突然那个男人跟她这样子 然后她脸色就变了 一直跟那个男人讲 然后开始灌酒 我就很生气 我说不要这样子 大家出来吃饭 你这样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爱喝酒 然后她也没有讲 她就一直喝 喝完到我家 就哭 就哭 情绪就失控 失控完了就说 我叫她有没有酒 有嘛 我再给她喝 干脆把你灌酒 不然我怎么办 我已经送你回家 干脆把你灌酒 不然我怎么办 对 把你灌醉了 然后就让你睡嘛 然后她不睡 她就开始 细说她这三十年 开始讲 我都觉得不怎么样 这个女人交个男朋友 然后三十年催就催 她才说不是 她们是正式结婚 然后她才说 她得不到家里的原谅 得不到她儿子的原谅 她儿子有一种毁灭性的那种 自我毁灭 她说我来到这个世间 好像是你松懷把我生出来 我也没有老婆 没有老婆 我说你这个老婆不是很好呢 那个时候我听到她说 有一个儿子二十九岁 我情天辟 我常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不知道呢 然后她就说 她是因为那个时候很红 她跟这个李先生 两个人两个人很相爱 所以不相爱 她这个故事根本就是穷瑶里面的故事 这个嘛 就是这个李先生 这个人叫做李什么燕 李圣燕 他的儿子叫做童燕 他取这个名字就是等于说 我把我这个儿子当成先生 这样子 可是这个儿子有很多的委屈 他告诉我 他等一下你才听他讲 我讲的是他跟我讲的是说 他这个儿子当他抱回家 他在李圣燕家生 然后李圣燕说要走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 什么刘邦有的朋友 叫做什么 邓 姓邓 邓 邓文昌 邓天来 邓天来 就是那个李圣燕的大哥 叫他说你孩子抱回去 我跟你担保 如果他没事回来 我们会来接你 那个事情就是去进修的事情 没有去进修 他在跑路 然后跑路他还把他 唯一他说他胜了 他那个时候 他有拿那个支票给我看 确实他的那个支票里面 不是支票 就是那个存款簿里面 还有大概一百多万 那一百多万 他仅有这些钱 他想他在台湾生小孩 给人家知道 因为他没有公开意思 他想到美国生 可是这个男人就说 你这些钱给我 等我好了 我会回来 好好照顾你们 这是第一次 他就孩子抱回来 抱回来我就说 苦了孩子也苦了他 他们就是那种 台湾会说鼓勒狗的 他说你没有结婚 把我生这个儿子 他因为我有结婚 我还有签那个结婚之书 他说他觉得那个儿子在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那个儿子洗你还是洗流 洗流 洗流 你有帮他抱后 没有 他一直没回来 因为当初他那个邓天来 跟那儿子的太太 还有他打电话说 我现在要真实先躲 你先把孩子抱回去 我很无赖 我再抱回家 我每次想到我唱到六个月 我才没有唱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 我是有方式有什么 都给他 都给李先生 对 你想说你是跟他结婚 你们真的有请客吗 有 有结婚 都有请客 中立还有很多人 我那天我要补充 那天为什么我会跟美术姐讲 就是我忍了三十年了 没有关系 既然忍了我就再忍 就是那天碰到一个江仁通 他都问我 你的孩子几岁了 我说我的孩子 今年已经三十岁了 他那么大 我再修相片给他看 我本来想还有一点希望 我想他叫我回来 就是要 他说等他成功了 然后回来接我们两个母子 我没有想到这是他的骗 然后 江先生跟你说什么 他说 他要跟我处理 要去找那个严家 就是这个李正渊 所以那天就是碰到他 我才又聊起 我再跟美术姐讲 我跟美术姐讲 给我酒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跟他心情 跟他说我是怕他什么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痛 他们不知道 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当时 我们这样还原事件 因为我想观众朋友 很多跟我们一样 是第一次认识燕燕姐 他当时跟这个人 那张照片我们看一下 他认为是结婚 可是因为他算是 做兄弟的人对不对 刚才好就是你 你走路也需要钱 所以结婚后再走路 对不对 所以需要钱你就都提供给他 等他风头毕了之后 能够再回来 所以你就独立的让孩子在台湾出生 独立的抚养 那你就等了 那后来他风头过了之后 你有再找到他吗 他打电话给我 有见了一次面 他就是跟我讲 所以我才去报复过 就刚刚那个问题 他说我现在也没有钱 我现在刚开始起步 如果你愿意等的话 你就继续唱你的歌 孩子我偶尔会来看 然后就没有看 我说那孩子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能说 要不然你要给我认知是吗 我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说随便你 因为我儿子要念幼稚园 所以就赶快去用我的名字 之后就没有再见面了吗 都没有 你有找到他吗 你有去找他吗 我从来都没有 我在想 他叫我等他我已经等 所以我就靠我自己 一边唱一边养我的儿子 来 告诉观众 今天断棺区区无法连接 先简单介绍刘小姐 刘小姐以前是歌星 以前年轻的时候 长得非常漂亮 有出过唱片 有 整个都市名 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你 阿嬷手 你几条 都是你解的 不是那条 都是为了你啦 那是你这啦 这人了解我是不是 是不是 好来 再看一下 这是三十几年前的照片 应该这样讲 好 这个是他唱片的封面 唱片封面 这就是以前的刘燕燕 都是为了你 阿嬷手 那你几岁的时候 那个说就是我要生我儿子的前一年 我刚好认识他 好 你是怎样食材严肌 我是到中立 我去中立唱 然后有一个联格报的陈明区 没关系 这是严肃的记者 对 他们介绍我 那刚好我们唱完 那请我们去吃交液 然后就开始 一直他就开始追我 然后我就演这个戏 演完了 你们去吃饭 严肃的记者 他介绍给你的 食材 这就是严肌 严肌年轻的时候不只演套 现在也说很疯 现在很疯 他是乌文如雅 听说了有几个朋友 包括他的店给他请过客 都说他 人很好 而且很阔 很大气 他都不知道 以前是你怎么知道他的背景 我知道 他是什么背景 我知道他是兄弟 但是我以前可能我很笨 我一直都想说 我已经有钱了 我已经什么都有了 我没有什么大致 我想我要有个好好的婚姻 因为我从小就唱歌 然后我想 只要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那是最好 比去嫁个有钱的人还好 听说那年你几岁 11岁的时候 他现在二十四十 二十四十 二十四十 通四十啊 你两个问几岁 美人姐你几岁 我四十通八岁 是 那时候严家大尾吗 多大尾 但是他没有钱 但是他做事情好狠 怎么说 我是听他们 他说你都不要跟了 因为我怕他出事情 然后你不要跟了 他说有一个案是什么 揮刀杀人 那个是我的以前 我就想说我崇拜他 崇拜他去揮刀杀人 不是 我想说他很有意气 他很有魄力 所以我在想浪子回头金不换的 这样子跟他在一起 你在一起认识多久 你就结婚了 我生我儿子满月那天 认识多久 差不多一年多 然后再怀孕 再生差不多两年 前后两年 认识一年 然后怀孩子 而且听说他那时候 怀了这个小孩 不要去参见 去参见过一次而已 一次 因为我都躲起来 我是觉得他是在一个 等一下 来 先休息正好 要去进去 去参见 我来坐吧 你也要跟他一起 我啊 我去参见 你就对你